後面的話,其實後面的課程 你會發現基本上它就是使用的外部套件 也就是說有點像Python本來沒有幫你裝的一些功能 你就把它安裝起來,它本來做不到的 沒關係,你把那個套件加上來之後的話 那你就具備有那個功能 感覺有點像講白話意思有點像外掛一樣 掛上去之後你就有這個功能 本來沒有的,加上去之後就有 所以你會發現Python之所以 目前這麼多人很喜歡使用的原因 我覺得就是因為它外掛非常的多 它的外掛其實官方的 目前大概就是超過20萬種的外掛 也就是一個外掛就等於一個解決方案 更不要說還有第三方的 有些還要付費的 也就是說如果這些,你假設等於是說 所有你想得到的功能,人家幫你寫好了 那你就只要把它掛 所以你要學的就是怎麼樣 第一個,Python的基本語法你要會 第二個的話,你要怎麼去把那個外掛加上去 第三個,你要知道那個外掛裡面有哪些方法 是可以幫你解決某一個問題 比如說像剛剛那個request有沒有 你要知道,我要下載網路資料 我知道request可以達到 所以我把那個request掛進來 然後我知道request裡面有個方法叫get 那我把那個網址給他 他就幫我把那個網址裡面的資料get回來 有沒有,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那個待會我們要畫圖也是一樣 我們會需要有一個這個套件 在第12個單元裡面 所以已經很後面了 因為繪圖一般是最後才講 可是我是覺得我們可能等不到最後 所以我就先穿插一下 OK 那其實裡面一樣會需要裝這個 叫做MAT PRI-LAB 這個套件 那這個套件的話呢 當然理論上你們等一下看一下 如果假設你的環境裡面沒有這個 它會跳出說你沒有這個module NAND叫什麼 MAT PRI-LAB 那你就把這個語法 按照上個語法講的方法把它裝起來 這樣OK 所以喔 以後可能看你要慢慢學習 如果沒有哪個套件 或者沒有哪個模組 那你要學會怎麼去安裝 會的話第一個就OK 第二個的話 再去看說那個模組或那個套件 裡面有哪些方法 可以滿足你要的那個功能 比如說我只是希望 繪製一個折線圖的話 那個MAT PRI-LAB裡面喔 它有個子模組 就會可以畫折線圖喔 那我就呼叫它 它裡面有一個 繪製折線圖的功能 那我只要給它兩個串列 一個串列是X軸 一個串列是Y軸 然後最後的話呢 就幫我把它 繪製之後秀出來 這樣就OK了 大概是這樣啦 其實我是覺得喔 它的那個 相關的這個模組使用的流程 大致當中差不多啦 所以你可能要有個概念 你會發現它就是要 要資料 要什麼 要串列 所以你會發現喔 在那個一般的使用上面 一直強調 串列很重要 有沒有 它有道理就在這裡 那底下的話 像這邊有一些相關說明 因為這個已經相對的比較稍微近 裡面的話呢 比如說 繪製一個折線圖 其實你們可以把這一段程式 把它貼到模組裡面 它弄出來結果就是這個 那其實就是什麼 給它兩個 一個是X軸 一個是Y軸 有沒有 然後最後的話呢 把這個 繪製折線圖的 這個功能 裡面有一個叫做 這個Approach 然後呢 給它兩個 這個串列 分別是X軸 跟Y軸 最後就可以把它繡出來 所以其實它語法 相對沒有那麼複雜 反正呢 就是未給它兩個串列 最後繡出來就OK了 現在我這邊其實已經做好的 我把那個最後繪製出來 程式給各位看一下 那理論上當然就X軸是時間 那時間裡面的話 當然有年月日 可是我發現喔 年月日太長了 放在下面好像會擠在一起 所以我把年去掉 只留下月跟日就好了 OK 然後底下的話呢 就是什麼 就是它的匯率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喔 這個匯率 它抓下來的資料 它是文字喔 OK 所以如果你是文字的話 假設繪製圖表 它就不知道它是數字 也就是它畫的位置就不對了喔 OK 文字跟數字不一樣 所以記得喔 你必須要把它轉換成數字 OK 如果沒有轉換成數字喔 那將來繪製出來結果就錯了 然後我先畫給各位看 這個已經做好了 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也有參考的結果 OK 那理論上畫出來結果就類似這樣 它就是執行完 丟給它X軸跟丟給它Y軸 它就幫我怎麼樣 把日期放在下面 把這個匯率放在這邊 然後分別按照它的日期 一個一個幫我畫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喔 其實金管會已經提供到5月31 5月31 5月31不是今天 是今天嗎 對 你會發現喔 這個就是最近喔 從4月1號一直到5月31號 兩個月的匯率狀況 這感覺真的像雲霄飛車 衝上去耶 OK喔 大概 哇差很多耶 你看 它大概從那27耶 27到快30 有沒有 快10%耶 OK 所以如果假設你買100萬的話 你就賺10萬耶 但是馬上又打回原型了 所以其實這個匯率喔 其實這個價差真的還蠻大的 尤其是最近為什麼會暴跌 我不知道為什麼 OK喔 因為 不知道好了 反正這個我們重點不在匯率 我們重點是在如何畫圖上面 好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怎麼繪製的 首先第一個喔 我會需要X軸跟Y軸 所以呢我們剛剛的那一段程式嘛 我在雲端上面這邊有放 所以你們 這個是繪圖的單元啦 你們可以參考 然後呢 我們剛剛06 01的部分喔 你們可以參考 剛剛是直取 在第幾頁呢 第六頁的地方 直取兩列喔 那原來是這樣的 底下是我把它改完的結果 那裡面到底改哪些程式喔 基本上的話我們再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原來的這個程式喔 我大概把它恢復一下 我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首先的話第一個喔 因為我們切割完之後呢 會產生什麼 產生這兩個 一個日期一個匯率 那 可是我將來呢 需要給那個什麼呢 需要給這個匯圖的話呢 主要是這三行 你們可以看到底下這邊 第六頁下面這個 就是 第一步當然我需要 叫Input MatchPriLab 裡面的PiPlus 這個 這個套件裡面的這個模組 這個主要是 繪製什麼 繪製折線圖 那因為這個名稱太長了喔 所以我 s plt s後面的話 就是它的別名 也就是說喔 以後這麼長的名稱 我以後就叫 plt 我不要叫這麼長 不然這麼長 將來打那個程式 會比較容易 說s plt 那這個plt 那這個plt 實際上是會畫折線圖用的啦 裡面的話呢 有一個方法 叫 這個project 這個project 主要是要給兩個 串列 一個串列 假設我們給它叫list x 就是exo 所以平的 一個是list y 可是目前喔 假如沒有存在這兩個怎麼辦 那我可以從什麼 從目前剛剛 切割完 那切割完的資料裡面呢 左邊是日期嘛 右邊是匯率 那我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這兩個 變出這個 所以這個的話 我可以怎麼做 串列嘛 還記得串列怎麼建嗎 以前我們建空串列就第一個 list x 空串列的話就等於什麼 等於空的 還記得吧 理論上會放在 這個奉迴圈的上面 那主要為什麼放在奉迴圈的上面 前面好像有同學問到 其實就是痊迴變數 你要放在痊迴的地方 ok 然後呢 再來 這兩個都空的 那理論上應該怎麼樣 把這個 這個日期 日期塞到x 把匯率 美元匯率塞到y 那怎麼塞進去 還記得吧 用一個語法叫什麼呢 叫做append 所以list x這個 塞什麼呢 塞就是點什麼 點append append什麼呢 把那個list 這個日期的部分 幫我塞進去 所以它反正就一個一個塞 這個一個塞進去 換第二個 第三個 因為for回圈嘛 反正一直跑到最後為止 那y的話呢 一樣 就是list y 幫我塞什麼 塞這個匯率 所以呢 點什麼 一樣 點append 一樣的道理喔 這個可能要特別特別注意 然後幫我把這個 放在這裡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它就幫我全部把它塞進去 我可以先把這 這三號先註解一下 好 因為先敘述一下 那當然你最後做完之後 你可以先print一下 把這個 串列裡面的結果 先打開看一下 是不是最後呢 它畫圖需要的 所以呢 我們先print這個 然後 再printy看看 反正習慣上 我是建議 你們 就是 把資料放進去之後 先看一下 是不是你要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把這個 兩個塞進去的 這個串列打開來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x 然後呢 它 不過會有個問題 第一個啦 它的文字 文字其實倒也 倒也還ok 因為它按照順序 所以其實 如果你不是 不是數字 大概也沒關係 只是說 因為它太長了 你會發現喔 年 月 日 總共八個字 所以你放在下方 會太急 所以呢 我假設啦 我是希望說 看看能不能把那個 年去掉 變成月 斜線日 就好了 ok 第二個問題是說 底下這個我剛剛有提到 它前後有單引號 或者雙引號 那就是文字 如果文字的話呢 將來你要 繪字圖表 一定會出錯 所以你可以發現啦 假設啦 我現在直接把 底下這三行打開 你們可以把這 底下這三行 當成是一個範本 就是把這個x 跟y放過來 然後繪字圖表 執行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喔 它就幫我把圖給繪製出來了 這個時候呢 奇怪 你想說 為什麼第一個問題 不對啊 這個 折線圖應該是高上去再下來 為什麼它變成斜斜的 第一個問題 因為什麼 因為你的那個匯率 文字 文字的話 它根本不知道 你應該是放在哪個位置 有沒有 所以第一個 假設這個圖畫錯了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當它在放x 放y的時候呢 我可以把這個 前面加一個轉型 你可以用int 或者是 如果你擔心有小數點的話 還記得吧 我好像講過 有個叫evil 這個evil的話 不管就是 它是 有小數點 或者沒小數點 都會 幫我轉換成數字 OK 這個的話第一個問題 執行看看 不過跟各位講 如果你執行的時候 假如沒有跳出 跳出這個 有沒有 跳出這個顯示 有沒有 顯示圖檔的這個結果的話 你可能要檢查一下 在哪邊 在那個 板手這個地方 因為它有個匯圖功能 在哪裡 在那個ipython的控制台 裡面的話有個匯圖 匯圖地方 我記得好像後端這邊 記得要把它改成自動 因為如果你不是自動 你那個圖會顯示不出來 這個可能 待會兒 H同學有遇到 無法顯示圖的時候 可能就是改一下這裡 改一下這個什麼 板手 然後呢 ipython控制台 匯圖裡面 這邊記得 我記得好像把它改成自動 改完之後記得 你的spider 一定要 關掉重開 那你那個 匯圖功能才會出現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 再來的話 第一個問題我們解決 所以喔 剛剛喔 把資料塞進去之後 轉成數字 OK 它匯圖了 那第二個 執行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哇 底下的這個日期 因為呢 它的寬度太寬 八個字 塞不下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喔 把它縮短一下 大概就是 不要黏好了 月更日就可以了 可是問題啦 月更日要怎麼 怎麼剛好月更日喔 幾個方法還記得吧 就是我們可以怎麼 直接在這個地方喔 歷十二 的這個日期部分喔 其實如果你要塞單 再這樣 後面加個中瓜壺 指的就第幾個字 到第幾個字 前面好像我們在那個 合併全省郵局地址的時候有沒有 我們存檔的檔名的時候有沒有 我講過 第十六個字 第十七個字 剛好去檔名嘛 所以在這裡如果我要取什麼 取 比如0401 我不要那個什麼啦 我不要2022 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 你應該要怎麼做 所以喔 我這個地方我只要0401 我不要2022的話 那你可以算喔 他總共八個字 所以他的所影子是0 0到7 有沒有 這個是0 1 最後一個字是7 那所以我可以跟他講說 我要從第幾個字 0 1 2 3 從第四個字開始 要到哪個字 到第七個字 不是 應該是第五個啦 因為從0開始 冒號 後面就stop的地方 停下來的地方 有沒有 那停下來的地方 我要到第七個字嘛 所以理論上後面應該是多少 到第八 意思是第八停下來 OK 那這樣他就會幫我取什麼 取四五六七 第八停下來 OK 那這樣的話呢 那這樣的話呢 也就可以縮短了 OK 所以兩個地方 我把它縮短 然後呢 執行看一下 那理論上 底下的那個圖表 不過圖表你可能要關掉 不然他會變成畫兩次一樣的東西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呢 再把它展開 底下的日息 基本上呢 就比較可以塞 不過其實好像還是塞不下 那另外可能不然的話 就是要設定它底下的那個格式 要不然就把它放成垂直的呢 要不然就是 0 4 下面0 1 換好 可不可以 不然的話 你們再試試看好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我講的重點 第一個 把剛剛的切割 上面增加兩個串列 可以特別注意 兩個串列 一個是LeaseX 跟LeaseY 然後用append的方法 把 這兩個欄位 分別是 日期跟匯率 塞到LeaseX 跟LeaseY 然後記得要轉型 跟直取後面的好了 OK 然後呢 再利用我雲端上面 有一個範本 就是呼叫 NetPyLab的 折線圖功能 把它配置一下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 還給各位 那這一段程式嘛 雲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你擔心 假如會寫錯的話 可以參考那個 我放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六頁 這邊有個 產生兩個串列 兩個串列 然後呢 再繪字圖表